30分钟 这里是体肯到为您现场直播的 由金九集团独家公平播出的 201赛季万达广场中小联赛 第25轮的一场焦点之战 广州航大队在主场对阵天津太达康师部队 目前的比分 广州队在主场1比0领先 进球的是红卡 太多了 一旦你在后方线上控制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对手会有4-5名队员上来进行逼抢 看这次 穆里奇挑过了宋战宇 形成了空门 已经越位了 穆里奇还把球踢了进去 难道这次是没有响起哨音吗 进球有效 穆里奇形成了一个空门 结果 把这个球是打了进去 这样的话比分变为了 2比0 我们也注意到穆里奇形成了之后 没有过多的轻易动作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穆里奇到底是不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 还是一个漂亮的后打仗 穆里奇再来看 这下 如果这个角色的穆里奇来看 看的并不是特别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队员 是吧 但是他的是往回走 那我看好像穆里奇 这个位置好像也有 看不清楚 这样的话 穆里奇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0个连赛进球 目前已经是追平了克莱奥 并列队内的 穆里奇